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小芸媽 今天跟小芸媽一起做料理的是誰呢 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葛艾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料理呢 叫做棉花玉米脆片 棉花玉米脆片 對啊 你喜不喜歡吃棉花糖 喜歡 喜歡對不對 那玉米脆片呢 喜歡 我們先來介紹今天的材料 我們會用到的是玉米脆片 然後棉花糖跟奶油三個東西 首先呢 我們先來準備一個 塑膠袋 好 我們請可愛來幫忙 先把玉米脆片呢 倒進去塑膠袋裡面 然後可以稍微綁一個結 不用綁得太結 交給你 就把它捏捏捏捏碎一點 好 操作的過程呢 像小孩子會非常喜歡用擀麵棍 來壓他的食物 所以呢 我們把它撞到樹都要帶裡面 然後去壓碎 其實有一個那種碎碎的聲音 其實小孩子還蠻喜歡這種聲音的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太棒了 好 那我們捏碎的這個玉米脆片呢 我們就準備 拿著我們的奶油 跟我們的棉花湯 到廚房去下鍋囉 那玉米脆片呢 就是因為常常我有聽到一些 爸爸媽媽跟我說 玉米脆片每次都只能加鮮奶 那有其他的吃法嗎 那又可以很方便 就是說不會掉的整個都是 所以呢 我就運用棉花糖 然後跟奶油來凝固它 這樣子搭配起來 其實又有不一樣的一個吃法 好 這是我們剛剛煮好的 那個棉花糖玉米脆片 我們就準備一個那個慕石的膜 好 放著 妳有玩過黏土嗎 有 喜不喜歡玩 喜歡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玩黏土囉 妳把它壓一壓喔 我把它再鋪一些 然後給妳壓 把它壓一壓 我們壓一個愛心的形狀 送給媽媽好不好 好 這道料理呢 小朋友呢 可以把食材呢 捏成他自己喜歡的形狀 不管是圓形啊 愛心的形狀 或者是他天馬行空的想像形狀 其實都OK 然後可以自己分享 然後或者是可以跟周圍的朋友好友 一起來享用這一道美味的料理 哇 完成了 好漂亮對不對 一個愛心的形狀 我們等一下帶回去送給媽媽 好 我們在製作過程呢 可以加一些堅果啊 或者是裹乾進去 讓營養更加倍 其實有時候來當下午茶啊 或者是下課後的點心 其實都很棒的選擇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棉花玉米脆片